8月16日,吉里省苏兰市迎来情好天气,各式工程机械进驻部分乡镇,基建材料堆放在路旁,当地已经启动灾后住房重建工作。 8月初,苏兰市东北部出现陆续以来最强教育过程,当地金马镇、开园镇和七里乡等乡镇道路损毁,民房倒塌,庄家倒福。 目前,官方采取分散重建、集中重建及货币化安置等多种方式,对受灾群众实施分类安置。 目前,我们成立了市役级的灾后重建指挥部,特别针对房屋重建修缮这一块,我们制定出台了专业的实施办法, 吸纳了专专业设计部门、水利、地址专家以及乡镇干部和熟悉当地实际情况的村民,为专家科学研判确定了以人为本科学重建的工作思路,具体开始工作。 具体的方法是分为分散重建、集中重建和货币化安置三种方法。 计划是陆续从9月20号至10月20号完成所有受灾互的住房安置工作。 在开源镇模范村,大型机械设备对微房进行拆除、平整土地。 该村的重建工作多头并进,鉴定、协商、破拆、建设同时进行,以提高重建效率。 村干部介绍,这个村子有12栋房屋需要拆除重建,重建住房按照每户60平方米标准建设。 提供机械、挖掘机、还有搅拌机什么的,加上村里边志愿者,还有民间施工队进行快速地做出反应,老百姓也是积极参与。 按照舒兰市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,重建补助标准是损毁及经建定为地级的住房,每户不低于6.3万元人民币标准补助。 个人自建住房于2023年9月30日前完成的每户再补贴2000元。 修缮补助标准是经过核定一般损坏的住房,每户不低于2800元标准补助,鉴定为C级的住房,享受建筑节能政策。 此外,根据受灾群众意愿,可在重建的60平方米住房标准上增加建筑面积,多出面积所需建设费用由受灾群众自行解决。 由于东北地区施工期较短,当地需要在入冬前完成基础建设,保证受灾户在双冻前入住新居。 截至目前,书兰市已统计需要重建的受灾户924户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